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他们放这些广告刊版有可能会面临法律问题也毫不退缩 这个叫做Advanced的政治团体最近进行了很多针对变性人的反对活动 团体的宗旨就是想要战胜那些左派精英分子 他们利用广告刊版还有社群团体上的图文 来不断强调女子运动赛事不是让男人来比的 因为他们觉得让变性成女人的男人来对抗女人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他们团体中的女人也都表示自己才不想要跟原本是生理男的人比运动 最主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文宣里面使用了澳洲游泳女国手的画像 让澳洲游泳学会强力谴责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 澳洲泳鞋也强调所有澳洲人都应该在游泳的活动或比赛当中感到安全 有价值、公平且包容 也已经发了纯正信函去给那个团体 要求他们立刻移除那些广告 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保守团体显然是没有想要撤掉的意思 还是非常坚持的表示 这些媒体和政治人物竟然都只是在关心这个照片的使用权问题 明明谁可以参加运动赛事的问题才是最核心的吧 现在这个保守团体不停的在召集更多的人来跟他们一起支持这个理念 也和所有保守团体都一样寄出了 这样我们要怎么教小孩的口号 不过关于这个变性参加运动赛事的事情 最近也有蛮多的讨论 反对变性的人参加运动赛事 其实也未必一定是反对变性的人或是不尊重多人性 毕竟认同和身体上的差异还是两回事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搜选引擎好像从来没有被重视过 但是Microsoft却还没有放弃它 随着最近使用Edge当成主要的浏览器的人越来越多 Microsoft又觉得自己有机会可以好好推销一波了 因为他们在Edge上面新开发的侧边栏功能 除了可以一边浏览网页的同时 在旁边使用计算机 还可以在旁边一边测网速或一边查看Outlook的email 或者是在看一个网页的时候 也可以同时在侧边栏使用搜寻的功能 但是搜寻功能的部分搜寻之后只能查看搜寻结果的列表 如果你点进去搜寻结果的那个网页的话呢 它还是会变成重新开一个分页的状态 没办法维持你原本看的网站一边保留侧边栏的配置 但个人身为Edge的使用者觉得这样子已经不错了 有时候只是想要简单查一些文章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等 就不需要那么麻烦的另外开一个分页 真的是对于你想要速度做一件简单的事 不用点来点去还蛮方便的 对于工作时的流畅性还有专注度都蛮有帮助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可以在侧边栏加入最爱的网站 但是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好用 因为基本上多数的网站都没有设计成 让你在那么小的侧边栏当中可以使用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开发了这个侧边栏的搜寻功能 你没有办法预设它的搜寻引擎是Google 所以等于说你只要使用侧边栏搜寻的时候 就会被强迫使用bing 自己使用起来是觉得侧边栏的搜寻功能是很方便 但真的会有那种如果是Google搜寻的话 就好了的感觉 因为近期Google搜寻的功能再不用点进去 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 基本上不管是计算机、换算单位货币或是翻译 都可以马上得到答案 所以侧边栏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但是感觉大家还是在忍耐食用病 吃拉面的时候总有人觉得味道不够 如果没有吃过那家店的话 其实很难判断要点哪个咸度 虽然拉面那种浓郁的口味是很多人所迷恋的 但是摄取太多的盐分还是对身体不太好 不过也许未来大家就能够同时的把浓郁的汤头吃好吃满 也不用再担心那含量的问题了 因为日本人发明了一个世界上不曾有过的东西 那就是神奇的筷子 它能够人工的制造咸味 让你的嘴巴能有咸咸的感觉 却不会伤到身体 这个筷子的机制是使用装带在手环上的迷你电脑 来制造电的刺激 根据明知大学的教授所说 这个装置会透过筷子传递钠离子给食物 让嘴巴在吃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咸味 这次的发明是他们的实验室和食物饮料的制造商麒麟合作的成品 团队表示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发明的最终版本定下来 预计明年就会大量生产 让大家都能够体会这个筷子的美好 他们主要是因为认为日本人普遍都喜欢吃重咸 不管是味噌酱油都吃的很多 所以这个筷子的发明从一开始就已经有足够的受众 很有可能可以吸引到大量的客人 根据统计 平均每个日本成年人一天都会吃下10公克的盐 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两倍之多 日本人最好是可以将盐的摄取量降到男性7.5克 女性6.5克 而这个筷子使用的是非常弱的电力 所以当然不会让你把筷子放到嘴巴里的时候 有被电到的感觉 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 基本上它只是很微量的电 足以去调整氯化钠和味精当中的钠离子的比例 让我们的嘴巴尝到的咸味强一点或是弱一点 实际测试的时候 请拿了原本盐吃的比较少的人来试味道 给了他们盐减量的味噌汤 让他们用这个神奇的筷子来吃 他们给出的回馈竟然是 浓郁甜味和整体的美味都提升了 接着在给他们没有用筷子这个吃的时候 他们说咸度的差距大概有1.5倍 对了之前那个可以舔味道的荧幕 也是这个教授的实验室做的哦 很厉害吧 之前在听说动物介绍过的虎精 有称杀人精其实是鲸鱼杀手 就是在加拿大的岸边却发现了大士精想要翻盘了 平常是常常被攻击的 现在却决定要主动回击 大士精先跟踪然后突袭了杀人精一行人 这个非常罕见的景象出现在了 英属哥伦比亚和华盛顿州的海域 刚好就被出去赏金的幸运游客 目击到了这一幕 游客形容这次的体验比迪士尼乐园还要梦幻 这20分钟的冲突就由一只非常勇敢的五岁大士精所发起 直接一人单挑九只健康强壮的杀人精 五岁的大士精就突然从水下浮出海面指导敌因 从杀人精团体的正中央破水而出 专家推测这只大士精会这么有攻击性 是因为害怕自己被攻击所以先下手回墙 不过虽然大士精主动攻击还蛮罕见的 但大士精似乎也是唯一有能力 向杀人精发起战斗的鲸屯类动物 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 毛毛黑母丹 Ellebree 虽然秋生ZUV He and Jason 和James 希望其他有医院赞助支持鲨鱼创作的朋友 非常欢迎在下面的Patreon链接 可以找到总统会员等级 还有不同的鼓励 大家参考 那喜欢鲨鱼的话呢 就把鲨鱼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在播Podcast帮我留心心写下评论 或者是可以在留言区的地方留言给我 或者是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与我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会有时间比较长主题新内容 另外一个话呢 是听说动物 当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动物的小知识 那就希望这个节目的话呢 可以继续在每周日都跟大家相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